依据最新卫生福利部110年癌症登记报告 国人十大癌症发生排名出现不少变化 依序为肺癌、大肠癌、女性乳癌、肝癌、口腔癌、 社护腺癌、甲状腺癌、胃癌、皮肤癌及胰脏癌 与前一年相比肺癌与大肠癌蓄位互换 胰脏癌首度挤进前十名 担任人数的部分 大概是少有217人 所以在110年癌症癌症癌症部分是121762人 那再来说我们特别看到他的この棉域分布的部分 如果是50岁以上的 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比较占大中的这个比取 也就是50岁以上 他是占了这个8成商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跟110年度的部分 来做一个比较109的增的部分 增加比较多的部分是70-79 增加774人 另外再减少的部分是50-61 这样的一个趋势 比较这个风险 总体来讲 在110年度的新发生的 来生人数跟109年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 110年的新发生人数是121760人 相较1.9是少的217人 就年龄的中卫数来讲是64 如果是男生部分是66 女生部分是63 初发生率部分有微增 我们可以看到长期关注 他的年龄高种化的一个发生率 是呈现一个下降 下降的幅度是相较前109年 他是下降每10,54.8 在性别比的部分男生会比较高一点 男生的发生率部分是女生的一点比较 长期这一次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几年在癌症的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目前已经在呈现 比较上下震荡趋势还的情况 那我们今年更相较109年 都在这个降低 那长期来看标准化死亡率 那也施纯先这个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在各个癌的 长期的一个情形的一个趋势 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 今天也会比较关系的部分 在110年的这个 癌症的一个发生人数的排名部分 那第一名的部分是肺癌 第二名是大肠癌 那第三是女性股癌 第四名是肝癌 第五名是这个口腔癌 那先前大概 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 那肺癌之前是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排名第一 那先前大概最早大概15年 我们大肠癌是 会去这个发生人区的第一 那在之前是肝癌的部分是13年第一 那这个部分我想后续会这样爽提到 后续这个趋势还是要再去做一个方程 所以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 大概这几个癌症也是特别提醒的 美国人这边要固别几卷 所以刚刚这个第六到第十年的部分 趁势来讲中性贵癌的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表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除了刚提到的肺癌排名之外 呃跟大肠癌排名是误患的 那再来你脏癌一分前几两个一次 那其他的排序跟事情排序是这个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大肠癌肝癌 女腔癌脚妆腺癌 还有胃癌跟皮肤癌状况下 是他的发生率是呈现下降的情况 那这个肺癌女性乳癌生 腺癌跟上癌肺癌发生率是呈现 这个上升的一个情况 这个部分做 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其中我也要特别说 我们有几个癌症 是相较平均的这个中位数 64岁会再早 就是再早一点的 那之前可能是在50几岁发生 他的中位数是50几岁 先包括女性的这个乳癌部分 那口腔癌的一个部分 那甲状腺癌的一个部分 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从男女的部分 在癌症别的部分 也有一些差异 在男生的部分大概前几位是 大肠癌肺癌跟口腔癌 那女性的部分是乳癌肺癌 还跟12位的这个大肠癌的一个这个温度 那男生为这个疲癌的人 疏通比女生多一点 那这个是在男生的这个 10大发生率的一个排名 那这个排序是其实是跟去年度的排序 是一样的 那大肠癌部分已经在这个男性的部分 那残联这个12年这个低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一些癌症 那呈现下降的一个情况 到胖胖大肠癌肺癌 这个口腔癌肝癌 是到胃癌肺癌 跟这个领巴癌 这边是呈现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是女生的部分 那女生的排序就是皮肤癌进一位 那胃癌退一位 那所以这个部分有些不坏 那再来就是领巴癌部分前进两个一次 那其他的排序是跟这个之前的排序是一样 那女性乳癌肺癌肺癌 这个第19年的第一位 那我们也看到部分的这个在女性的部分 在这个年度是有下降 包括大腸癌跟甲胱腺癌 肝癌 肝癌 肝癌跟皮膚癌 胃癌的部分 在胃腹部提供的五項的癌症篩檢 包括子宮頸癌 股癌篩檢 大腸癌篩檢 肚腔癌篩檢 以及我們去年開辦的肺癌篩檢 那這些篩檢也都是國際上 國內實證資料 能夠有效來早期發現到早期資料 因為早期的這個癌症症狀 通常不是那麼容易去被發現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篩檢 那透過剛剛特別提醒 有些一個新一支其實是 NDP9 那還有這個微運動 那還有這個飲食部分 還有包括這裡 要做好自己的一個 這個體重管理部分的事情 所以從預防 從定期的篩檢 那可以有效來降低 這個癌症的一個發生 或者是什麼 林立如表示 癌症登記實行了40年 肺癌成為首度第一名 推測原因可能是大腸癌人數下降 肺癌自發性篩檢率提高 尤其肺癌近5年都呈現上升趨勢 女性個案也變多 可能因為女性較主動關心健康 及早發現 所以也讓肺癌竄生到第一位 此外 國健署推動高風險者 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肺癌 其中8成5可早期發現 比起之前6成為第三第四期 險件篩檢很重要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考試一次 指援 評喜